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将以人民币结算 并开通现金 银行卡 支付宝 微信等非现金电子支付方式 港珠澳大桥将实施24小时通关 香港到珠海澳门3D的时空距离将缩短至30分钟车程 变化中的恒情 关注恒情变化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带来的恒情特别关注节目 变化中的恒情 我是主持人王京 它被称为是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是世界上长度最长的跨海大桥 同时也拥有世界上最长 埋度最深 综合技术难度最高的城管隧道 没错 它就是港珠澳大桥 港珠澳大桥是在建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全长55公里 造价超过720亿人民币 起点为香港大鱼山 经大澳 跨越珠江口 最后分成Y字形 一端连接珠海 一端连接澳门 港珠澳大桥由中央及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出资兴建 主体工程包括桥 岛 海底城管隧道 作为首条连接香港 珠海和澳门的跨境陆路连通大桥 建成之后 从香港到珠江西岸的车程将从三小时缩短至半小时 将从根本上改变珠江西岸地区与香港之间的客货运输通道以水运为主 和陆路绕行的状况 珠三角也将成为世界瞩目的超级城市群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的地方是港珠澳大桥管理局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办的工程师严宇 你好 员工您好 我们知道港珠澳大桥有很多的世界之最 它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然后也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隧道 那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世界性的超级工程之一 相信很多人都对这座大桥充满了好奇 好的 那我现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大桥的一个总体情况 整个港珠澳大桥全长是55公里 然后呢 东边 东起这个这边是香港口岸人工岛 一路向西呢 经过这个12公里长的这个香港接线 然后一直到这个我们的东仁工岛 然后东仁工岛这边在直接深入海底 在直接接入长达6.7公里的这么一个海底隧道 海底隧道上来之后呢 就是我们的西仁工岛 西仁工岛呢 在一路向西呢 就是我们的跨海桥梁工程 整个跨海桥梁工程呢 长的是22.9公里 包括这个三座通航孔桥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青庄航道桥 江海航道桥 还有这个九州航道桥 这个过了跨海桥梁之后呢 再一路到这边就是我们的珠澳河人工岛 这是一个220万方的人工填起来的这么一个人物岛 到人物岛之后呢 在一路向西呢 13.4公里的这个珠海接线 就到了我们的这个征点 就是珠海的这个洪湾 这是整个我们全桥的一个一个走线 可以说呢 这个港庄大桥 全长55公里 大家都说是建成之后将成为世界上最长的这个跨海大桥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林明阳来说呢 珠三角的地区来说 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一座桥梁 因为它连接了粤港澳3D 是我们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 粤港澳3D首次合作共建的这么一个超大型的跨海基建工程 将对以后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啊 还有我们这个珠江口的发展 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作用 自2009年12月15日 港珠澳大桥正式动工起 八年的时间里 参与大桥施工的工作人员 克服了一系列工程 技术 地质难点 从处理相对差的地质条件 隧道断面大跨度 恶劣的海上施工条件 以及人工岛屿隧道的复杂过渡段建设等 港珠澳大桥工程 可谓是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工程之一 在3D政府的支持下 专业人才及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港珠澳大桥攻克了包括隧道结构设计 隧道基础设计 隧道管节的服务陈放 隧道基点安装 耐久性等一系列技术和工程难题 想请问您一下 在整个项目的建造过程中 有遇到怎样的难题或者是困难吗 当然 我们整个港珠澳大桥 实际上是用了14年的时间 才走到今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是在2003年开始 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的前期工作 然后是2009年的12月15号 是在这个珠澳口岸的这个地方 是正式的开工 然后经历了这个七年的时间到现在 然后才能看到我们大桥 现在已经成功贯通 所以说前后是经历了14年的时间 在这14年当中呢 肯定建设这么样一座大型的超级工程 肯定会在事工中遇到很大的一些困难和难题 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海底城管隧道 全长6.7公里 其中城管段 城管段就是长达5664米 是由33节巨型城管来拼装而成的 每一阶城管的这个长度 标准段啊 都要长达180米 180米 然后呢宽度呢是37.95米 高呢是11.4米 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中型的横红组件了 重达7.6万吨 所以说呢 对于浮运 存放这么样一个大的结构物 是过程中是非常充满挑战的 我们这个33节管节呢 都是采用这种类似于这种拼装 大积木的这么一个建造方式 就是说我们选择了在这个隧道南边 约12公里的这么样一个贵山岛 珠海贵山岛 在这个地方呢 做了一个面积 面积约56万 56万方的这么一个工厂 在这个工厂里面 我们去生产我们每一节180米长的管节 因为我们整个珠江口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是处于这种叫 我们叫压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就是常年高温高湿 而且呢受台风的影响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这一年就经历了五次台风 就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所以呢我们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吧 也是对这个就是浮运的过程呢 也是进行了一个科学的阳格的控制 港珠澳大桥 这个连接香港 澳门和广东珠海的海上巨龙 在世界的瞩目下腾空飞跃 作为一个集 岛 桥碎为一体的大型项目 倒碎工程 是整个项目的控制性难题 位于林丁阳上的两座人工岛 其方案的设计理念 建筑构造 以及施工难度 更是被誉为中国奇迹 在技术人员的不断努力尝试下 需要三年才能完成的外海人工岛 禁用221天就完成铸造 创造了当年动工 当年承岛的工程奇迹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两个人工岛 还有这个城管式海底隧道 它有什么特点 好好 刚才也已经说过 就是我们导碎工程呢 是整个这个大小的控制性工程 然后有我们整个工程呢 有这么几个几个特点 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这两个人工岛啊 两个人工岛 实际上是我 应该是说我国第一次在外海 在外海建立的这么一个 就是有这个桥随转换的 这么一个外海深水离岸人工岛 我们这两个岛呢 就是它的这个水深呢 将近是10米左右 10米左右 离这个岸边呢 大概约20公里 你在这么样一个环境下 建设两个这么大的 这个人工岛 一定要采用 要突破传统的工艺 传统的理念 要采用新技术 才能满足你的这个质量 还有你的供应力要求 所以呢 当时我们也是经过 多方论证嘛 当时我们采用的是一个 深查式钢源筒 快速称岛技术 你可以看到 我们两个人工岛 一共用的是120组钢源筒 每一个钢源筒啊 都是直径是22米 然后呢 厚度呢 是1.6厘米 高度呢 将近是 40到50米 这么样一个 一个大的 大的这个 这个钢机构 这个钢机构呢 是我们是在这个 上海 上海的这个 浙华基地 预制好之后呢 然后经过 1600公里 然后运到现场 然后去振沉 去振沉 整个两个岛 用了120组钢源筒 我会跟你说 一组数据 就说 我们这两个人工岛 每个面积 都达到了 10万平方 就这么样 两个人工岛 我们 120组 圆筒的存放 仅仅用了215天 可以说 我们就是 用了215天 我们就完成了 两个人工岛的承导 这个技术呢 就是说 和你传统的这种 驻滴承导的方法相比 第一个 就是 大范围的减少了这种 这个淤泥的开发量 跟原来的这个 传统工法相比的 减少了近千万 千万枣 这样的话 就对我们周边的 这个环境保护啊 包括我们这个 这种白海藤的保护 都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利好 另外一个就说 我们也节省了工期 比原来的传统工法呢 节省了可以将近 两年半的 这么样的工期 所以这项技术呢 在港周澳的这个 成功应用呢 一方面是保证了 我们整个 捣碎工程的 这种计划 按原计划的 这种推进 另外一个说呢 就是说 这种快速承导的 快速承导的 这种技术呢 也对我们 我国今后的 这个 人工岛的这种建设呢 也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 我们的姿态 摇摇相对 两大人工岛 衔接的 桥梁和海底隧道 也为海上航道 及生态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稍作休息 广告之后 我们与您一同去探索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澳门有线电视 互动新闻台 为您带来的 恒情特别关注节目 变化中的恒情 我是王晶 2017年7月7日 港珠澳大桥 海底隧道顺利贯通 这个当今世界 埋度最大 综合技术难度最高的 城管隧道 在历经7年之后 终于在海底 成功打造了一段 金城汤池 在港珠澳大桥的 建设过程中 为了给珠江口 这条世界上 最繁忙的航道 让出通道 同时降低对 飞机飞行的影响 一条长为6.7公里的 海底隧道 应允而生 这也是国内首条 外海城管隧道 建成之后 将与东西两个 面积各为 十万方米的人工岛 共同承担 桥隧转换的功能 作为整个项目的 技术重点和难点 海底隧道工程难度 直逼技术极限 构建大桥海底隧道的 三十三节城管 每节超过100米长 四层楼高 每节重量 都相当于一艘航空母舰 建成后的隧道内 宽可达到双向六车道 堪比城管隧道 中两巨大 面对难题和考验 建造团队 工艰克难顺利完成 形成的专利 超过四个项 刚才说的 我们的撑管隧道 撑管隧道的 5664米的撑管段 由33个巨型管节构成 可以说 我们每一次管节的 这个浮运存放 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从桂山岛向北 浮运12公里 到达现场 然后沉放下去 当然过程中 也是发生了很多故事 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难题 就是可以举两个例子 沉放第一节管节的时候 我们一共用了96个小时 五天四夜 用了这么长时间 来沉放这个管节 万事开头拿 来沉放这个管节 当然 就在那个96个小时之内 整个这个 我们 我们这个捣碎的 失踪团队啊 还有这个管理团队呢 都是经过 经受了这个 可以说经受了这种 极限的挑战 就是人类啊 人类这种经历的 极限的挑战 当然通过最后一系列的 这种技术措施的控制 还有这种坚定的信念吧 也是把这些管节 成功的放了下去 而且呢 经过也是满足要求 然后第二个故事呢 就是我们 这个第15号管节 15号 15管节 这个管节呢 前后经历了这个 三次浮行乘放 两次返航 因为当时这个 就是受制于 我们这个工程现场 以北 大概20公里 那个地方有一个 有一个彩沙 彩沙点 就这个位置因为彩沙呢 所以说造成我们 这个工程现场 这个基槽啊 管节下面的基槽 这个在短时间内的 就是非正常的 这种大回忆 大回忆 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呢当时呢 因为这个问题呢 整个这15号管节呢 前后出现了 这个三次浮行乘放 两次返航 才成功地把它放下 港珠澳大桥工程 被称为 桥梁界的 珠穆朗玛峰 它在拥有 无数荣耀的同时 也经历了 艰难的考验和挑战 而支撑这条 巨龙诞生的背后 是最新的理念 最科学的技术 和每一位 桥梁工作者 背后的努力 港珠澳大桥 这个世界上 最最挑战性的 超级工程 自2003年起 参与项目科研单位 超过200间 上千名科技工作者 为这项工程 展开了300多项 科研公关 累计投入近5亿元 创建工法超过40项 获得100多项发明专利 发表论文近500篇 在这些科研力量 和科技的支撑下 港珠澳大桥的 设计使用寿命 达到120年 是中国桥梁 在设计 施工 材料研发 工程装备等 各方面成果的 集中展示 年哥 我们知道 港珠澳大桥 具有120年的 一个使用寿命 也刚刚听您说了 整个大桥 在建设的过程中 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 也有非常大的创新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整个港珠澳大桥 在施工阶段 在设计阶段 它最大的一个创新点是什么 谈到这个120年 120年可以说是 港珠澳的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主持人知道 就是我们 现在我们国内 我们国内的这个 已建成的这些跨海大桥 包括东海大桥 杭州湾大桥 这些呢 它们的使用寿命 都是在100年 这个我们目前国内的 这个行业规范 也是要求的 是跨海大桥 是使用寿命 使用寿命是100年 但是我们港珠澳呢 是提出的是120年 这个呢 就是原因呢 就是我们 因为这项工程 是粤港澳 3G合作并建的 所以我们的技术标准呢 是有一个原则 就是就高不就低 所以呢 我们就是 向香港的国际标准 在看齐 所以呢 就是提出了120年的使用寿命 但是你千万不要看 短短提出这个 多出这个20年 但是这个20年呢 背后要做一系列的 系统性的 创新性的工作 才能支撑你 能达到这个120年 那我们整个工程 从03年开始 正式开始进行一个规划 一直到现在 总共已经经过了 十几年的时间 它其中达到的一些 建筑成果有哪些 现在达到了怎样的阶段呢 好 这14年 通过14年 这个不懈的努力吧 走到今天 目前我们的这个 主体工程权限 已经贯通了 我觉得 之所以 之所以港澳大桥 这么受行业 乃至社会的关注 我觉得绝对 它不仅仅是因为 港澳大桥 是最长最大的 我觉得不是在于这个 而是在于港澳大桥 是一座科技含量非常高的桥 它是一座科技的桥 我觉得这个才是 这座桥最大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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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一个 科研工作呢 基本上一共做了 将近300多项 涵盖这个 这个 工科阶段 初步设计阶段 施工图屋阶段 还有现在的施工阶段 对 可以说通过这么多项 这种扎实的科研工作呢 整个的大桥 目前来说呢 可以说在这个五个方面 取得了一些 技术的通过和创新 这五个方面呢 主要包括 第一个就是说 这种外海的深厚软机 深厚软机 大毁于 城管隧道的 这么一个建造的 关键技术方面 第二个就是我们 外海 桥水转换 人工岛的这个 建设的关键技术 第三个就是我们 这种跨海长桥 装配化的 建造的关键技术 第四个就是说 我们这个 跨海 桥岛最集群工程的 这个120年的 混凝土 结构耐久性的 这么样一个保障技术 最后一个 第五个呢 就是说 是我们这个 就是跨境啊 敲岛最集群工程的 这么一个管理 安全环保 还有防灾减灾 这方面的关键技术 目前来看的是 可以说是在 港州大墙呢 是在这五个方面 都是取得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突破 八年的时间里 完成了造桥 填海 人工岛 隧道 克服了土质 天气 自然等各种难题 港珠澳大桥 这个备受世人 瞩目的超级工程 正在揭开 一层层神秘面纱 而其之后的维护工作 也为这条海上巨龙 提供了最全面的保障 在万众瞩目中 港珠澳大桥 已经具备基本通车条件 120年的使用寿命 除了对施工技术 又严格要求 大桥所处的气候环境 亚热带海域 高温高湿 海水海风 干湿循环 都对之后的运行 带来考验 后期维护和保养 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那我们也知道 这120年的标准 120年的使用 它也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在后期的维护 和在后期的一个修复 一个检验的过程中 我们有做怎样的一个 初步的一个计划呢 是这样 就是我们整个 整个这个港庄大桥呢 我们在建设期呢 有四个建设理念 排在第一位的 就是说 我们叫全寿命周期规划 需求引导设计 这个理念呢 背后的含义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开始建设之前 我们就要考虑到 我们以后120年的 这个营运的需求 我们要把这个需求 体现在我们的设计里面 要在这个前期阶段 就要把这个需求 要反映到 我们的设计里面 因为这些需求 你一旦在设计期 不考虑的话 等你以后再去弥补 你将会花费 更大的代价 去弥补这些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说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呢 我们就特别 重视这种可为可达 就是可维修 对于我们构件啊 就是尽量做到 可维修 可到达 可更换 就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的这个 钢箱梁啊 就是整个 整个我们 团口桥 这个 非团口桥15公里 15公里的 非团口桥 都是采用的 这个钢箱梁 钢结构 然后我们在 钢结构里面 现在 本身它里面的 作业空间就很大 就以后这种 维修人员进去的话 在里面作业 维修都很方便 另外一个呢 我们在里面设置的这种 检修小车 在里面有轨道 检修小车 可以在这个 向阳里面 跑来跑去 这个是 以往的这个 国内的跨海桥梁 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这一点 所以在我们这个 项目上实现了 而且呢 我们在 向阳的外面 向阳外面都有 这个外部的 这个检修车 可以实现 这个全桥 20多公里的 这么一个 一个无障碍的 这么一样一个检修 这些呢 都是我们在 设计阶段 都在考虑的一些事情 而且呢 最后 通过施工 目前来看 也都基本上 也都实现了 当时的 对于这个 以后营运的 这么样一个 一个烤粮 在里面 自上世纪 80年代末开始 港珠澳大桥 经历了争议 质疑 最终于2009年 正式开工 未来 这座承载着 粤港澳三地 梦想与期待的大桥 也将为三地的 交流和发展 带来更广阔的 平台和希望 关于更多节目资讯 欢迎拨打栏目 24小时资讯热线 或者登陆 澳门有线电视 官方网站 进行互动留言 您还可以登陆 珠海天惠星 投资有限公司网站 浏览更多资讯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 变化中的恒情 再见 再见